我們四點就出發了 到這邊小塞 昨天晚上就開車下來了 沿路大塞車 一個比一個早出門 不到八點就已經在東流縣搭船處等候 全都是要去小琉球過中秋的遊客 出現長長的後船人籠 很多人有點嚇到 比想像中的還要多 多久存訂 一個多月前 到四千多人 那今天加開的班次會到二十到二十五班之前 為了輸運龐大的廉價人潮 平日原本七個航班的 這次預計加開二十一到二十五班 三倍的船班接駁 由於氣象預報中南部離島賞月最佳 也讓離島旅遊人潮暴增 加以布袋港遊客中心 一早也擠滿了前往澎湖的旅客 最新款的地方 小巨門飛的 今天的船班幾乎是班班客滿的情況 輸運大概四千五百名的旅客 台澎最短航線人氣旺 光是中秋連假首日 預報出港的就有四千五百多人 是平常的四倍 預計加開十一個航班運輸 從一早七點開始 遊客早上六點半就要報到登船 另外台南網澎湖的利納倫 一早也出現登船人潮 但人數稍微少一些 將近六百人搭船前往 寬敞的沉船空間 船頭湧入遊客搶拍出航瞬間 中秋連假正式開市 提點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開啟通知大學 開啟通知小鈴鐺 稍後 電視